一分钟教你一个简单好玩的山水画法 大家看这是一张生轩纸 然后我们把它搓皱 用这个纸球画一张山水画 然后把它展开 开始今天的演示 1.先用淡墨画出连绵起伏的远山 注意用淡墨干笔刮村纸面 这样山石形成自然的机理效果 2.同样方法用浓墨画一个进景 与远山形成浓淡的空间对比 然后把墨色彻底吹干 在不透水的桌面上降纸反过来 清水彻底打湿 用毛笔货板刷将其刷屏去除褶皱 吸干水分再次吹干 这个灵感来自于字画钟表工艺 干透后反回来 此时指的褶皱消失变平 3.淡墨染背景衬出雪山 淡墨染山的根部 染两山之间 同时干笔向下接出榆墨 浓墨处理进景 流出榆墨 4.浓墨画松树 要有枢密变化 最后画枝叶 横向概括用笔即可 山石积离纹路自然 点赞收藏试试吧 简单好玩出效果 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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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